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的直线距离是8000公里 而且没有直航的飞机 大家通常会飞到土耳其的 伊斯坦堡转机 所以飞行时间大概是16.5小时 那我想先问现场的三位孩子 你们知道今年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乌俄战争 没错 他们跟俄罗斯正在打仗 那我想问你们 对于这个乌俄战争 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现在的世界还会发生这种战争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讶 然后同时也为当地的那些国家 感到很难过 我有在新闻上面看到 很多当地的人民为了逃难 逃到其他邻国的地区 他们像流离师所离开自己的家园 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 也很可怜的一件事 没错 而且在逃难的过程中 他们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个小女孩 她叫做艾莉莎 她就住在乌克兰这个地方 先来看看关于她的三张图片 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艾莉莎的故事跟乌俄战争有关 所以我们不用一个人讲一个故事 我们就来玩故事接龙 我选择的是艾莉莎 举起手臂的那张图片 我认为艾莉莎是在 移居到其他国家 比较安全之后 她想要帮家乡的人民加油 因此特地拍影片去帮他们打气 她跟另外一个人感觉在说话的那张图片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还想要用其他种方式 然后让其他人知道这些资讯 所以她在跟她的朋友讨论 其实我在新闻上有看过 上面的文字大概是波兰文的 帮助乌克兰前线的降世 所以我觉得艾莉莎想到的方法 应该是藉由像是画图画海报之类的宣传 来跟大家讲他们国家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利用图画 好 那我来帮大家统整一下我们的故事 就是艾莉莎她逃难到比较安全的国家定居之后 她决定要用拍影片来鼓励家乡的人民 然后她还找她的朋友 一起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甚至想出了利用图画的这个方法 告诉大家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好 大家都蛮有创意的 可是到底艾莉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那一天 一个很大的声音 碰 蓝色的天马上变成灰蒙蒙的 到处都在冒烟 空气里传来很浓很浓的火药的味道 快 快啊 快逃啊 有人大叫 战争 战争 敌人要来了 哇 快啊 快逃啊 快 逃 快逃 街道上 到处都是尖叫声 我听到有人在喊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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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战争就是这样 它会带走你的世界 以及把你和身边的人拆散 我是艾莉莎 今年八岁 我非常喜欢唱歌 在我的家乡乌克兰 我常常在大家面前表演哦 但是这样美好的事情 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 因为战争 我只能一直逃 一直逃 最后离开了我最爱的家 我逃到了波兰这个国家 有一个叫做华沙的城市 华沙的天空和我的家乡的天空一样蓝哦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国家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孩子 也逃到了波兰 因为战争 我们暂时不能回家 因为这里比较安全 而且很幸运的是 有好多有爱心的人帮助我们 这里就是我的新学校 虽然它只是一间教室 在逃难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读书 但是我现在又可以学习咯 老师不只教我们知识 还会教波兰语 为的就是让我们 可以跟波兰人沟通 和早一点习惯在这里的生活 有一件很棒的事哦 就是我们的妈妈 也可以来这间教室 陪我们一起学习 我觉得有妈妈们在 让我好放心哦 虽然波兰老师上课的方式 很有趣 在这里学习也很开心 但我还是很想回家 希望能够和留在 乌克兰的家人团聚 原来这个就是 爱丽莎的故事 你们看刚刚 她从乌克兰逃到哪个国家 波兰 波兰 对 那我问你们哦 如果有一天啊 你们跟爱丽莎一样 突然接收到 自己要跟家人分开的消息 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非常难过 非常悲伤 会哭吧 然后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会很难想象要跟 就是生活了这么久的家人分开 那你们知道吗 现在根据联合国在2022年5月的统计 全球因为冲突暴力 人权侵犯和迫害 而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 已经高达1亿人 你们知道什么是难民吗 应该是无家可归的人民 就是他的家乡已经 可能都被摧毁了 然后他已经没有一个 所谓的家可以回去了 好 根据联合国1951年签署的 难民地位公约 他们对于难民的定义就是 因为人种 宗教 国籍 政治意见 或者是隶属特定的社会团体 等等的因素 受到了迫害 或者是有受到迫害的疑虑 没有办法待在自己的国家 所以要逃到其他的国家 这样就算难民 那些难民是怎么逃到其他国家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想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是爱丽莎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 突然某一天接收到 我们的国家要开始打仗了 你们第一件事情会想到要做什么 准备行李 准备行李 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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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包需要的东西 赶快逃 对不对 那如果只能带一样东西 逃命 你们可能会带什么 欣燕 食物 食物还有水 带一些药品吧 就怕那个逃难滋 那个过程可能会受伤 所以就可以包扎一些 第一个想到的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是打包行李 可是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有那么多的空间跟时间去打包这些东西吗 第一个应该要想到的是 你要用什么逃命工具赶快逃 可能连准备这些行李的时间都没有了 那如果你们要挑逃命的运输工具的话 你们会挑什么 以快速为主的 毕竟如果你不行的话 真的有那么万一的可能就是被发现 被轰炸 那你搭飞机也是被轰炸 那不如选择比较快的飞机或者是车这样 一般路上的话是直接用走的 走路吗 对 可是走路很远耶 但是走路比较安全 为什么你觉得比较安全 如果用交通工具或运输工具 就是很容易被敌军盯上 然后对 像是如果搭飞机啊 就很容易被打下来对不对 然后搭火车的话 也要你家离火车站够近啊 如果是开轿车的话 那也是你家要的轿车 而且那个路要是完善的 你才可以开那个车 不然路可能都翘起来了被炸毁 那就没有办法开了 好 那如果我们假设步行是 最可行的逃命方式 最安全了 至少目前来想的话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爱丽莎 如果要从她的家乡乌克兰的基辅 逃到波兰的华沙 这段距离是749.7公里 那步行的时间大概是152小时 不眠不休 不吃不喝 大概要走6到7天 那如果呢 你们要走这么长的路 长途跋涉才能逃到一个别的国家 然后定居下来 你们觉得这个路程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可能会遇到说缺乏食物 或者是说遇到被敌军攻击 可能受伤了吧 然后没办法再走 或者是家人有一些生病了 然后可能就要留下来 停下来照顾他们 可能就不能再前进了吧 对 所以对这些难民们来说 逃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我们甚至可以说 他们是有一点幸运的 而且到了目的地之后 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到了目的地 他们还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水土不服 生活不适应 他们找得到工作吗 会得到教育机会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在那个国家 就是没有身份证明 会以为他们是一些坏人 或者是比如说诈骗集团那些的 可能就会误以为他们是 这一份就把他们带到警察局那些的 对 没错 讲得很好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他们没有身份证明 他们是不是也没有那些 国民的基本的保障 像是医疗 教育 或者是生存 社会福利这些 他们都是得不到的 那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么多 关于战争 关于难民的事情 这其实都跟联合国 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6项 和平正义及健全制度是有关的 这项目标的宗旨 是希望能够终止战争 以及减少暴力 而且同时也提倡公益 以及基本权利等等 真的很希望所有的儿童 都能生活在一个 没有暴力 没有战争 和平的世界 这让我也想到一句台语谚语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叫做 意思就是 一旦战争发生了之后 至少一害十年 对于大家的生活 都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平常也要好好地 珍惜身边的人事物 好好地跟家人朋友们相处 那今天的孩子看世界 就先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来一起看见 世界孩子的故事吧 再见 我们下次见了